他就是凡夫,就不是圣人了,凡圣就在这一念之差了,凡夫有之处,凡夫认为什么都是自己的,圣人绝对没有这个念头。 我们要细细去参就。阿弥陀佛在西方极乐世界视线做佛了,这个做佛是从四上说的,在那里教化众生。 佛是老师的意思。佛跟众生是平等的,注意一定要记住,佛法是平等法,决定没有高相,生佛平等。 佛跟阿弥陀余众生是平等的。 所以我们今天,在现前这个社会,倡导和平。和平两个字怎么讲法呢? 大家和睦相处,平等对待。没有哪个比哪个高啊,一样平等。这是佛法的落实。 能平等一些对待,才真正能和睦相处。不平等呢,和睦就谈不上了。 那么每一个到西方极乐世界的人,都是到那边做佛的。阿弥陀佛帮助你做佛。 祇用続完美之后,让你转烦散步。 所以那是不可思议的境界。 他怎样帮助你做佛呢,四十八愿运运都是他的方便。 他的方法 帮助你做佛的方法 这个地方说 下从地基上至虚空 地基是地的边际 我们知道 受风 岔口 跟我们这个世界大同小异 我们居住的环境 地球 是个球形 圆形 佛在经常告诉我们 受方诸佛的插图 形状并不完全相同 有的是圆的 有的是长方形的 有的是方形的 有的是三角形的 那个《华严经》里面讲的多 给我们讲了二三十种啊 我们现在来很仔细地就观察天文 佛所讲的确确实实 都被现代科学家证实了 那么佛讲的是有种种不同的形状 那是讲的星系 不是讲的星球 像我们晚上看到这个天上 你看猎户星座 它就是个长方形状 我们中国人讲 这女星座 天晴这个星座 它是一个好像古时候谈的这个琴 那种形状 那么环游事迹 像树叶的形状 像画得的形状 今天我们在这个太空望远镜里面 看到一些 比我们这个银河更远的地方 发现的时候看到果然不错 这都是佛华音精神教的啊 无量无边的世界 地基 那我们现在晓得地基是什么 地球就是地球的核心 中心 这是地基 一直到地球的表层表面 表面上面是虚空 那么这个两句是讲大地到虚空 这是居住的环境 供电楼关 这是建筑 所以有许多人 读到这些经文 就会说到这是假设的 这不是真实的 中国古代 帝王居住的这些宫殿楼关 我们现在也看到 菩萨净土里头 也是这个形状的宫殿楼关 其实佛经上只讲宫殿楼关 并没有一家形式 中国的这个宫殿楼关 跟西方人的宫殿楼关不一样啊 什么叫宫呢 你要想的 宫是私人居住的地方 叫宫 电是什么呢 电是现在人家所讲的办公室 办公的场所叫电啊 外国人叫office 中国人叫电 所以你要懂得意思啊 中国从前办公的地方 你看皇帝 你们到北京看皇帝办公的地方 太后店 中后店 宝货店 办公的地方 所以你要懂得这个意思 我们今天画画 中国人当然画中国的样子 外国人一定画直的大楼了 他就不会画中国的样子了 你要懂他的意思 他并没有说形状 每一个国家地区 自己居住的方式 有他自己的风格 我们要明白这个道理 社方插图 现在科学家讲 不同维持空间的生活 既有生活 当然他有居住的环境 他一定有他私人居住的环境 一定有他集会的场所 集会的场所就沉淀 私人 私生活居住的场所就成功 经要活着看 不要把它看死看待满了 一看到宫殿这两个字 就想到这个 非言雕动 想到这些 这个头脑不行啊 这不能修佛 那这个都是非妄想分别执着 要知道他的范围非常之广 这个建筑的形式 那也是个个不相同 楼馆 楼馆两层以上 这称之为楼馆 那么现在西洋 这些有科技的进步 像新加坡 最高的大楼 七十多层 那都是属于楼馆 建设的形式 跟中国的形式 结构完全不相同 但是都是属于宫殿 中国人画西方世界 也画中国古时候 现在人画